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拍出来的 这个镜头是最搞笑的 明明就是拍古装剧 突然一个拿着黑色塑料袋的老奶奶入镜了 想说古代还那么开放 还可以穿五袖的衣服啊 老奶奶勾计在想 这对男女怎么穿的那么奇怪 这是新潮流吗 这个雨后的戏看起来没什么破绽 但是你再看仔细一点 你会发现雨水都临时连手 但是偏偏衣服是干的 想问这个是防水仪吗 这个是手套吗 怎么越看越别扭 嗯PS用的不错 看回主人翁赵丽颖 你看看触条这个头发是黄色的 很好奇吃货赵丽颖是营养不良 还是忘记染黑了 你说广告插播我也染了 怎么在剧场也开始打广告了 鬼品格是什么鬼 这种乱入的广告实在是有点刺眼啊 啊就犹太这个画面 看着真尴尬 虽说豆霄的演技不错 但是别人一剑就死了 可是豆霄演的烟熏 怎么都死不了 又心房脸中两剑 还坚强硬挺着 厉害了我的狮子 在拍戏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神体接触 因此也有被传喜凶的言论 当时的场景是 侍卫们要抓赵丽颖 结果失手误碰 群眼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连忙放开手 因为当时已经开拍了 就并没有喊停 之后两秒钟 赵丽颖瞬间进入角色 场景顺利完成 这样职业的营榜 也被武士网友承载 对不起